国家主席习近平 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访场举行仪式 欢迎宏都拉斯共和国总统伊利斯·西奥玛拉·卡斯特罗·萨姆托 对我国进行博士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国务委员秦刚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卡斯特罗访华的有 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部长 总统私人秘书 国会外事委员会主席等 军乐团奏红中两国国歌 明里号二十一响 中央外事務 卡斯特罗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夷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裂室 随后军乐团进行情境出奏表演 卡斯特罗适应习近平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博士访问 家伙文